您好,欢迎来到美极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西葫芦披萨 这款披萨没有用到常用的西红柿披萨酱 简单的几样食材 但是会给您带来出乎意料的口味 先来准备面团 500克中筋面粉 加入9克盐 我通常喜欢加一小勺迷迭香增加口味 稍作搅拌 两克的干酵母 再混合一下 慢慢加入325克室温的水 一般披萨面团的含水量是60% 我试了几次以后 觉得这个披萨加65%的水 成品的口感更好 面团在最后整形的时候也容易拉伸 搅拌到没有干粉 下手稍微揉几下 成团就行了 然后盖上让面团静止30分钟到1小时 再来做第一次折叠 具体怎么做折叠的 可以参看我那一集做阿尔及利亚面包的视频 链接就在屏幕下方 这是第一次折叠 做完以后静止30分钟 这是第二次折叠 做完再静止30分钟 做披萨的面团虽然用不着揉到手套模 我做了两次折叠 前后一共也就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也差不多出膜了 这样就可以发酵了 当然你可以用初时机来揉面 因为这个面团的含水量不是很高 第一次发酵完成以后 你可以马上做 或者放冰箱24小时以后再做 那样的话口味更好 我这个是14英寸的披萨烤盘 铺上烘焙纸 这样就不用吸烤盘了 倒上橄榄油 取一半的面团 手指沾上油 慢慢边压边撑这个面团 中间可以让面团松弛15分钟 然后再继续操作 像这样差不多覆盖整个烤盘 然后让面团做最后醒发 大概45分钟左右 具体得看室温 这个时候来处理西葫芦 这里大概900克左右 擦成丝 撒上两茶匙的盐 搅拌一下 放上大概15分钟 然后挤干水分 这里尽量挤得越干越好 挤干水分以后就剩这么点了 撒上黑胡椒粉 加入两杯奶酪丝 可以撒上一点牛汁 oregano如果您有的话 拌匀 这里最好用口味重一点的奶酪 尽量不要用monzarella 我用的是成年的cheddar 一般就用不着加盐了 拌好以后铺在醒发好的面皮上 注意铺的时候 铁上不要留空 以防铁上的面皮烤干 最后撒上一些干面包靴 帮助吸收西葫芦 烤制过程中出的水分 烤箱预热500华氏度 大概20-25分钟左右 倒表面焦黄 烤好就是这样子 披萨的底是脆的 中间的面皮还是绵软的 上面是烤得有一点焦脆的奶酪丝 混上清香的西葫芦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您自己去品味吧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